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希望大家记得有CLS, 留言、赞和分享 最好, 订阅我们两个讲曼联的YouTube频道 包括新闻台和大巴台 这节目要和大家说说 虽然转会窗户很像关闭 其实还没有关闭, 关闭了大半 所以两位阿根廷的球员, 罗美劳和洛河 仍然有机会离开曼联的 两个情况有点不一样 亦想澄清一点, 有朋友问大巴 不是, 本地转会窗户开到10月16日 原来只是可以英超和英冠或以下的球队交易 即是说, 罗美劳之前说的爱华顿那单丢 其实是不可以发生的 可以发生的是什么呢? 如果罗美劳外借去英冠的球队 例如宾福特那样 那就可以 或者卖过去宾福特就可以 但是英超和英超之间 就是不可以这样交易的 我立刻上英超官网那里查询了 没错的, 这位朋友说得对的 就是说, 这个10日之前 只能够跟英冠 英超球队只能够跟英冠或以下的球队交易 这样 但是呢 还有一些转会窗是未闪的 包括据我所知的葡萄牙 好像今个月的月尾先生 另外呢 美职联的转会窗也是未闪的 所以呢 去一些外地的联赛 而他们的转会窗未闪的话 其实还是有情有可疑的机会的 首先就要看一下 比如说了罗美露先啦 罗美露的情况 就有转机的 因为呢 之前曾经说过 爱为顿想外借过去 但是由于费用的问题 令到他太太也发声 即是发表不满 但是呢 原来呢 现在也有办法的 还在谈着 就是说呢 现在在说美职联那边 就可能有些球会呢 有兴趣找罗美露去帮忙的 那现在呢 应该还在谈着 那老实说 我想大家都 就是 不会比反对啦 罗美露一直都是默默耕运的 虽然啦 只是坐着这个第二把交椅啦 但是他都没什么 即是投诉的 说真的 还有最重要是什么呢 你找到他出来呢 他交回不上功课给你 这一刻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很多 就是无论是龙门也好 或者其他位置的球员也好 很久没踢 一出来就真的 是我们经常说说 说到硬了 但是罗美露绝对没有这一样东西 但是 但是 轻仔始终回来之后呢 他起码都是去到 第三门将 甚至乎呢 欧联的大军名单呢 都是没有他份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他说要走 我觉得都是绝对合情合理 那去不去到美职联呢 我只能够说 捉他好运啦 因为我觉得是有些机器 他绝对是还可以踢得 而且美职联踢得有个好处啊 可能呢 第二单要说的就是 洛河哥啦 那洛河呢 就有趣啦 他真的受伤 上伤得很快夸张 原来呢 这个 翻查翻记录啦 原来说他在 洛河哥的带领球队那么久呢 好像都没有上阵过的 原来他已经30岁啦 那他呢 也是想走的 他是想走的 先看一下 原来2019年的11月之后呢 他都没有为曼联上阵过的啦 那刚刚上季呢 有一段时间他外借了他的舞会啦 但听闻呢 都不是上阵那么多的 因为都是继续受伤的 根据这个 这个登庚卡索啦 就是邓肯宝所说呢 原来呢 他是曾经 就是刚刚这个转会枪 尝试 去做一样东西的 那样东西呢 就是 Jack Wilshere 刚刚做了的 就是韦斯咸 就买断了 Jack Wilshere的合约 就是 Jack Wilshere 和韦斯咸 还有一年合约 那么 韦斯咸 就提早找数 不知是找足数 还是找一部分数 那么Jack Wilshere 就变了 回复之后 提早解约了 简单来说 那这个情况呢 原来他都曾经 想这样做的 他提出曼联 和曼联提出 可不可以你 和我提早解约 找一条数据先 那之后呢 他就原来呢 有个机会 去这个土耳其 就是因为呢 最重要的分别就是说呢 如果球会和他解约了 的话呢 他就自由身了嘛 自由身他就去哪里都行 当时来说呢 就有土耳其球会对他有兴趣的 那如果自由身 我想呢 也有不少的球会对他有兴趣的 畢竟都叫踢过曼联 是不是 阿根廷国家队 世界杯入球 是不是 这个团队呢 其实都相当英俊的 但是呢 据闻呢 就是曼联就不肯了 其实呢 我觉得很特别的 因为呢 你想想 洛河呢 应该就只剩一年合约而已 还有呢 说真的呢 这几年都没有什么踢球的了 老实说 除了练波之外 曼联其实如果 如果他肯打他折扣啦 不知道多少折都好 那就卖断了 就是结束了 结束了合约 就好来好去啦 那他就可以喜欢去哪里踢球都行啦 那曼联又不用付出全费啦 或者付出一部分啦 那其实都大家好啦 那当然啦 如果洛河要求 你给了整年的 就是新金给我才走 那可能就 我觉得有点疑难过啦 是不是 因为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当然是一人一人一步 如果洛河有让步 而曼联坚他不让他走 我就觉得 真是有点愚蠢 因为去到一月的时间 他已经可以 跟非英超的球会去谈 转会的了 亦都是自由身的了 那只不过你 他在这里坐多一季 那不知道啦 我们当然不知道里面 那个 是怎样啦 那会不会洛河有点过分的要求呢 又或者球会又真是这么愚蠢呢 这个就是不得而知 不过总之呢 洛河看的样子 都是会继续留下的啦 而罗美露呢 就有机会去美职联的 那这一节的节目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 我认为自己 也认为自己 也认为 每个人也认为 OK 这是 一位我的 兔子 从小时 和全世界的 男人 和英国的 英国的 军队 是正在前面的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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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謝謝 所以你準備好給我一些困難的問題嗎? 喂喂喂,各位自己有,有到自己有時間了 今次就想跟大家說一個我自己的經歷 大家看了這段自己有時間的 希望可以在留言留一個字,一個馬字 或者留一個,你如果打不到中文 留一個Horse,H-O-R-S-E,都可以 留一個馬字或者Horse,如果聽了這段 各位自己有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關於隊長、墨佳 或者有時候馬會的譯,因為叫馬古里 所以就叫大家留一個馬字 我想說什麼呢? 我想有些朋友對於這個 是其是非其非這句說話 理解和大巴有些不同 因為有些朋友覺得,是其是非其非 總之我看完之後,我這個角度就是 是其是非其非 其他角度都不是是其是非其非 但我的理解有少少不同 因為我經常都說,是一件事可以不同的角度 還有,有時客觀條件不同的話 其實你一出來的結論都可以不同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有朋友就說 關於墨佳亞和那個紅牌 南美拉那個黃牌 即是說了馬仔出場的紅牌 南美拉那個吵 我明明聽到了 真的,他的語氣也很輕鬆 他不太生氣地說 就說,大巴你這樣說 真的不是是其是非其非 我想跟大家說 我當時是做了什麼 真的自己有先分享 否則都廢話說 因為那天有一位朋友 他同一天發揮了兩條片給我 第一條就是 迪基 叫做梭爾那條片 我看了那條片 知道是Sky Sports的來源 也知道那條片是有打字幕的 所以我已經有這個經驗了 到第二條片來的時候 那些朋友也跟我說了 原來是這麼大的樣子 因為我看了第一條片 我知道有字幕 但我也知道一件事 當你看一條片 你的眼睛在看的時候 你的眼睛在看的時候 如果看到字幕的話 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你的耳朵去聽 即是說 你看著字幕寫著這些東西 其實你的耳朵就感覺上 你聽到這些東西的機會大些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看這條片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 我就沒有看到畫面 只聽聲音 因為我不想讓字幕影響到我 接著那條片 我收到那個版本 我就聽得很細聲 很多講話都很細聲 我已經把我的電話調到最大聲 其實都不是聽得很真 所以我所說的是 基於我未看字幕而聽到的東西 我真的聽不到 因為真的很細聲 我聽不到他的語氣 以及聽不到他最後講的 什麼VAR 尺 我真的聽不到 所以我就度出一個這樣的判斷 以及我的判斷就是 我根本就判不到 因為資料不足夠 但那位朋友就說 我聽到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那位朋友是看著字幕聽 還是說 好像我這樣 沒有看字幕聽 還有一個原因 可能是我英文不好 或者我的耳朵不好 那我就聽不到 那這個的確是 我基於客觀環境 我看到的東西 我亦都 故意不去看字幕去聽 而得到一個結論 那這個就是我的是其是非其非 和那位朋友的是其是非其非 可能真的有不同 但這個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我也都不會挑戰他 是吧 因為大家看同一件事 我經常都說的 同一場波 大家個個朋友都是這樣看的 但得出來的結論 個個都很不同 大家都是 是其是非其非 各位 大多的朋友 或者好朋友 才踢到這裡 最重要的是 聽了這段 無論你認同 不認同 也好 留個馬字 讓我知道大約有幾多朋友 聽了我這一段的好愛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